你聽過國王餅嗎? 你吃過國王餅嗎? 吃國王餅可是每年一月份在法國的大事件喔! 今天就讓我來跟您介紹什麼是國王餅 以及我們要做巴黎國王餅大評比 Sally,大家好,我是郭立功,歡迎回到巴黎音樂傳真 2021年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今年都有非常幸福、平安、健康的一年 然後我們盡快地擺脫2020年疫情的這種不方便的生活 那現在是法國的一月份 在法國一月的時候他們剛剛過了聖誕節 雖然說家庭都已經團聚了 可是在1月6號還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天主教的祖顯節 他們都會吃國王餅當作他們的一種傳統 所以今天就要來介紹國王餅給大家認識 國王餅是為了紀念聖經裡面的一個故事 也就是東方三博士、東方三賢人 他們預知了耶穌的降臨 他們覺得耶穌會降臨在馬朝裡面 所以國王餅就是要紀念這個事件 那他原始的歷史呢 原本是古羅馬時期的農神節吃的一種典型 當時候古羅馬人他們會在蛋糕裡面放上蟬豆 那他們會把這個蛋糕分給奴隸吃 奴隸呢拿到每一塊蛋糕都是不同的 如果這些蛋糕裡面有了蟬豆的話 就可以當一日國王享有特權 這個傳統後來跟宗教結合 就變成1月6號祖顯節的一種傳統點心 現在的國王餅裡面已經沒有放蟬豆了 而是用小瓷器來取代 小瓷器有的是宗教的主題啊 有的是可愛的卡通圖案啊 有各式各樣的主題 國王餅是由千層派皮 還有杏仁奶油的內餡 聞起來非常的香味撲鼻 現在我們常常看到的這種國王餅 其實是法國的北方吃的國王餅 所以他在南部呢又被稱作為巴黎餅 Galette Parisienne 那在法國南部吃什麼呢 他們吃的是一種融合了Brioche這種感覺的 軟麵包的這種國王 國王蛋糕 所以他叫做Galette Parisienne 那國王餅要怎麼吃呢 在親朋好友聚會的時候 年紀最小的那個人 他就要躲在桌子底下 然後現場呢 有幾個人就切成幾人份 由在桌子底下最小的那一位 他來決定說這一塊要給誰吃 那另外一塊要給爸爸吃 另外一塊給某某朋友吃這樣子 那大家在分享的時候 最後吃到裡面有小瓷器的這個人 他就是今年最幸運的一個人 就像我們的中秋節要吃月餅 端午節要吃肉粽是一樣的道理 國王餅也是在每年一月份的時候 各大飯店啊 點心店 傳統麵包店 還是這種連鎖的 不管是大師 他們都會推出自己拿手的國王餅配方 所以今天呢我們也來探訪 巴黎2021年有什麼好吃的國王餅 順便來舉辦我們的 郭小宮國王餅大賽 今天天氣超好 我決定來拉法葉百貨公司這裡買 因為這裡有很多的甜點店 然後都集中在一起 Pierre Hermès 是法國甜點現代化的重要人物 他去掉過多的裝飾 專注在各種口味的融合撞擊 是法國甜點界的最重要人物 大師中的大師 被媒體稱為甜點皮卡索 味覺魔法師 廚房皇帝 他最有名的是他的 馬卡龍 每季推出的新口味 把世界五大洲的好吃味 放棄馬卡龍裡面 永遠有最多的驚喜 是法國巧克力界的代表 曾經多次獲得 國際巧克力大賽冠軍 他也是Move 法國最佳職人獎的得主之一 產品90% 都是各種濃度與口味的巧克力 少數的點心 也都融合巧克力的元素 維持他一貫的特色 Cétrique Collet 是新生代甜點界的媒體新寵兒 他是Le Maurice飯店的甜點主廚 行銷手法也很新生代 譬如他最有名的作品是 微妙微笑 像藝術品一般的仿真水果甜點 透過Instagram 讓他紅到全世界 但想要品嘗他讓人驚嘆的作品 就沒有這麼容易囉 如精品店一次只接待 少數客人的人數控管 或是比其他大師貴兩倍的價格 都能看到他在甜點界 讀書異格的個性與企圖型 消費者口碑也比較分歧 Onjelina 本店位於杜勒利花園旁邊 是非常高雅舒適的 Salons duté下午茶點 他們最特別的是 濃到不行的非洲熱巧克力 喝過一次濃郁的質地 真的會難忘 他們的另一大招牌 則是栗子點心 譬如蒙布朗栗子尼塔 就是Onjelina必點的作品 Storpage 巴黎必家甜點店 好幾百年前就開業 果然也是大台長龍 創辦人Storher 是波蘭公主的御用甜點師 在波蘭公主嫁給法國國王 路易十五的時候 Storher也像嫁妝一樣 跟著來到了凡爾賽宮 他們最著名的作品 是吸滿濃郁朗姆酒的 阿里巴巴蛋糕 我吃好久以前吃的 但至今還是印象深刻喔 在這集小小介紹後 稍微了解了國王餅 你一定也想吃吧 請鎖定下集 看我爆吃香道犯規的 巴黎國王筆評比 太銷魂了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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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這裡的火工 一萬一 鎧